台灣的交通問題 我們常常抱怨一大堂 一開始我在路邊停車的時候 我會全部抗議 騎頭高高低低的 如果政府來說 你自己給他嚇到大部分的人 自己歪歪的 後來我想出一個辦法 為什麼在其他城市他沒辦法做 因為那些當首長 人家一抗一抗就變了 馬路是國家的 不是你家的 馬路是要開車子的 不是要停車子的 交通改善的計劃能不能做得到 大家知道 第一開始要輸出 不一樣 柯主席你好 我之前在美國住了24年 然後我回來台灣定居4年 那在這4年當中 我覺得最痛苦最痛苦的事 就是每天十一住行裡面的刑的問題 那我今天想要請問主席 這件事就是 在台灣相較於美國 我們不用擔心那個 可能有槍擊案 或者是像在歐美大城市 有很多的爬手問題 但是我每天出門 我都覺得是一個真實版的生存遊戲 那小時候都說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但是我覺得連平平安安回家 我每次回到平平安安回來 我都會感謝阿彌陀佛 我感謝觀世音菩薩 那這個部分就是 在行的部分有行人 汽車 然後機車 還有這個捷運的問題 那行人的部分 因為那個騎樓都高高低低 所以很難走 然後攤販機車等等很難走 這個我相信阿伯都知道 然後我的爸爸是坐輪椅 那我們好手好腳的人都走不了了 更不要說是推輪 真的經常都是推到去跟車子這樣子在走 那非常危險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本身是住台中 那我今天從台中 然後台中現在只有一條捷運 那除了北高以外 大部分的城市都是沒有捷運 那我們最方便的移動方式就是摩托車 可是摩托車只能在夾縫中生存 那再來說那你開車勒 好 開車又有嚴重的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再問問題 好好 不好意思 然後開車的時候又有嚴重的停車位的問題 那因為停車位不足 政府一方面允許這些店家 大家可以在一樓店面開設超商 開設店面 甚至攤販等等 可是常常路上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合法停車位 我們只能違規臨庭 那我甚至有一次早餐 我已經知道那裡沒辦法停車 所以我是事先電話預約 我只是下車去取一個早餐 我就被檢舉達人給開罰單了 謝謝 可以好 不好意思 請讓我講完 那我希望的就是 包括現在的行人地獄 我知道政府有在努力 要改進這個問題 但是它治標不治本 是當你綠燈汽車可以通行的時候 也是行人可以通行的時候 我們兩條線 一條要左轉 一條要右轉 都在等行人 等到行人走完 已經剩不到十秒鐘 只有兩台車可以過 那我想要知道說 柯P如果能夠當選總統的時候 您如何去改善台灣的交通問題 非常謝謝 這時間真的來不及了 抱歉 因為會不會還有好不好 謝謝 題目很多 他在抱怨 台灣的交通問題 我跟你講 我當市長第一年 我推動一個政策 然後一開始推的時候 證人叫證人車 但是經過一年多以後 如果在台北市舉辦公投 我有把握費過關的 你知道哪一條嗎 路邊停車收費 一開始我在路邊停車收費 全部抗議 我跟你講 台灣的確不是一個很先進的國家 為什麼 日本 買車要自己自備停車費 你曉不曉得 在日本 你買車子 你家裡要自備停車費 馬路是國家的 不是你家的 這第一條 第二 馬路是要開車子的 不是要停車子的 所以我跟你講 你看我在台北市一開始路邊畫停車格 齁齁 大家都抗議 後來我就搖緊牙關 不管你怎麼罵 我就一直畫一直畫 畫到最後 其實我跟你講 路邊停車收費 不是為了要收費 是為了要管理 你才會排好 所以我要跟你講 路邊停車收費 一開始大家都抗議 好做 然後 鄰里交通改善計畫 你住台中嘛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過台北 應該有 你在台北的相機 有沒有發現 你沒有綠色人行通道 我跟你講 有畫的向道 車禍下降47% 為什麼 那你就走 你以前是那個 兩邊都亂停 那個 那個特別是老人 就被迫走到馬路中間 那個摩托車一過 尻下去就倒了 你現在給他 給他畫綠色人行通道 但是我跟你講 綠色人行通道 難在哪裡 要畫這一邊 還是畫哪一邊 齁 也忘記了 唯正在於耐煩而已 我花了大概 八年的時間 畫畫畫畫 我跟你講 台北市車禍死亡人數 以每10萬人口計算 只有台南的四分之一 大概台中大概 二分之 台中大概台北的2.5倍 所以我回答你的話 我們常常抱怨一大堆 可是為什麼在其他城市 他沒辦法做 你知道 我也知道原因 因為 因為那些當首長的 人家一抗議他就縮起來 所以 政府有沒有勇氣做該做的事 還有一點 這個東西一定要設定好計畫 然後很堅定的去做 比方說 齊頭高高低低的 如果政府來說 你把他嚇到扁 你要不要同意 大部分的人 叽叽歪歪的 但是我跟你講 後來我想出一個辦法 你只要跟他講說 我們要把齊頭整平 然後 有機會就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你要刻意去把它弄掉 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要設定好 以後他有改建 說一定要照規則這樣做 這樣花幾年的時間 慢慢可以改過去 其實我在台北 因為我老家在新竹 我回新竹我也很清楚 那個齊頭高高低低 跟我們嬰兒車都沒有辦法走齊頭 一定要推到馬路上走 你嬰兒車在馬路上走就容易被撞 所以他問了那個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交通改善計劃能不能做得到 答案是可以 第一 但是他也需要時間 第二 政府要有被罵的勇氣 政府要有被罵的勇氣 好來 這一 剛從這個南投站上趕過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你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